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邵仲 相信大家这两天在微博和公众号上已经看到一些消息了 就是毛片的番外剧可以说是一个后续叫做张良纪与过墙梯 就是马上就要开机了 相信大家还是很期待这部剧的 我相信大家可能真的对毛片可能感情还是会更深一点 其实我个人也是一样 就是我对邵半仙的感情就像是邵半仙对杨朵先生一样 也有那种所谓的神交 作为一个演员 其实能在几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面去饰演同一个角色 其实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 相信这五个人分开之后 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精彩的故事要讲给大家 很有可能这次张良纪与过墙机只是一个开始 在后面的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故事会讲给大家听 我也很期待很期待邵半仙城出江湖 谢谢 成盟各位朋友的支持上期视频播放量顺利过万 我会如约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 那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过2000我会在两天内更新下一期 之所以一开始就求点赞 实在是因为点赞对于一个新人UP实在太重要了 麻烦大家顺手点一下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第二期毛片观看指南 讲一讲主要角色的基本信息以及这部剧的背景故事 帮助那些第一季看不下去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无缝衔接第二季第三集 那接下来节目正式开始 首先讲一下本片的故事框架 片名毛片指的是街头的小毛骗子 也确实有一定的调皮暗示在里面 导演李鸿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 这注定是一个南登大雅之堂的片名 本剧的主角团与其说是一群骗子 不如说是一群狭盗 他们有组织有纪律 不骗平民百姓不用暴力手段 几位主角因为各种各样悲惨的遭遇而聚在一起 一同演绎了这段精彩的故事 和他们相反反派组织狐狸 则是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的骗子团体 用东东的话来说就是 第一季故事基本上就是围绕几个主角 和对狐狸的团体线展开 接下来介绍一下主要人物 帮大家理清人物关系背景 以及该角色在第一季的故事梗概 无缝衔接第二季 那第一位当然就是团队的 一代目领袖赵宁 赵宁的父亲赵长乐 本是个老实的商人 被骗子骗光 包括朋友投资在内的所有资产后 跳楼自杀 赵宁为了追查凶手 选择走向骗子这个行当 第一季非常重要的主线 便是寻找赵宁的杀父仇人 赵宁作为团队领袖 负责制定计划并约束大家的行为 在大仇得报后选择退隐 成为一名网络作家 而赵宁本人也推出了剧组 这段主线故事相对独立 对后续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这个角色自第一季结束后 也从本剧中淡出 值得一提的是 赵宁的父亲曾资助了一名 叫做张军的角色上学 张军后成为刑警 在追查凶手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份力 该角色在后续故事中也有出场 望各位周知 第二位是团队的颜值担当安宁 安宁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 父母无休止的吵架 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一直以来他的梦想就是能离家出走 在遇到赵宁后加入了这个团队 安宁在团队中主要负责引诱好色的肥羊 拥有出色的演技 以及不错的应变和执行能力 同时也是团队中非常谨慎的成员 不冒险不越界 在小宝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情感方面 因为童年阴影 个人觉得安宁这个角色最开始 拥有一定的厌恶男性的设定 赵宁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 与此同时 团队的另外两名成员 东东和李伟都是他的追求者 在第一季结尾 因为李伟救出了被绑架后 命悬一线的安宁 两人慢慢的走到了一起 第三位是团队的技术担当李伟 他的梦想就是考上清华 为此他不断奋斗了十年 父亲希望他能去已经考上的大学报到 但他不同意 因此与家庭角力 为了生计加入了这个团队 李伟精通物理 化学生物 以及最关键的电脑技术 同时也拥有精湛的开锁技能 行动中所需要的技术环节 基本上都由李伟来完成 我的直观感受是 如果按照剧情里的智商和知识面设定 李伟考清华应该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问题可能是出在了心态上 这一点剧情中也有所交代 第四位是团队的搞笑担当行东东 本来是一名神偷的他 意外卷入了上述三位的一次行动中 并在赵宁的劝说下加入了团队 主要作用就是偷和打 另外邋遢而又乐天的性格 让他成为团队里最能活跃气氛的那个人 东东这个角色在第一季前期 看似不太起眼 但事实上 他是连接前后两季剧情的核心人物 东东的父母在一次车后中去世 弟弟因此变成了植物人 而东东也产生了些许的失忆 在他的记忆里只有一个弟弟 但在他的一张全家福里 却有两个双胞胎弟弟 由于弟弟高昂的治疗费用 东东变成了团队里最缺钱的一个 所以也会经常因为贪财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在第二季前两集 东东的弟弟在主角团 与狐狸的争斗中不幸去世 如果你比较有耐心 还是建议你把第二季的前两集也看了 虽然质量不高 但是对后续剧情非常重要 如果实在没有 你只用知道东东的弟弟死于狐狸之手 东东也差点被狐狸老大杀死 而狐狸的老大和东东的弟弟 却拥有同样的面容就可以了 第二季前两集的剧情相对复杂 后续我也会单独做一起详细解读一下 第五位是团队领袖二代目小宝 出身骗子世家混迹江湖多年 第一季因为李伟的关系加入团队 聪明自信又冲动 相对于赵宁 小宝在第一季显得更稚嫩一些 一直想要成为老大的他 也几次因为太自信 或者太想证明自己 致使团队陷入危机 好在最后都凭借出色的应变能力 转危为安 在赵宁隐退后 成为这个团队的新领袖 第一季小宝的戏份主要是讲述 他从年轻走向沉稳的过程 那第六位是团队智商天花板 少庄 迷一样的男子 本剧智商最高的男人 人称少半仙 第一季后半段作为小宝的朋友出场 同时和狐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第一季出场较少 所以基本上不用多做介绍 开始发力的戏份 全部来自第二季之后的剧情 关键戏份在第二季也会有前情回顾 这里就不做更多的介绍了 第七位是第一季狐狸的主要角色 田田 原本是狐狸得力干将 第一季与赵宁一行人交手数次 基本上都没有取胜 但是却因此和东东产生了不少的交集 因为数次表现不佳 被狐狸老大从组织中边缘化 值得一提的是 田田绝对是三季颜值变化最大的角色 给大家放两张截图感受一下 那最后一位就是这部剧真正的全方位战立天花板 包格 这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只要看过毛片或者这个剧组其他作品 包格的名号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剧中的设定应该是隐于闹市的高人 每当团队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或者人手短缺时 包格总能及时作为最强外援出现 轻松搞定各种任务 这里我就不过多剧透了 包格的魅力就请大家自己去发现吧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重温了一遍第一季后 为大家总结的毛片观看指南 如果你没有看过毛片 又难以忍受第一季的画质 这个视频将帮助你更直接的感受 这部神剧的后续魅力 如果你看过 并且想把这部剧安利给更多的朋友 也可以把我的这个视频转发给他 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最后还是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 能够点赞或者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新人UP 如果能关注的话更是感激不尽 我是龚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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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